一分钟沿路,主持李怡,制作张碧燕 我曾经讲过,我小时候读过中国的四大奇书,其中的三部,水户转,三国演义,西游记 不过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有中国传统的梦学书本 那个时候一边读一边背,也都觉得尊尊有味 大过了之后,我后来写文章,才觉得小时候所读的实在是受用不淺 什么是梦学呢?就是古代小孩子初学的启梦用书 那个时候的小学,也就是梦学 古代士农工商四文之中,要做官的士大夫家庭的小朋友,就要读儒家经习 农工商的小朋友,要粗通文字,有一些常识,就要上梦学 朗读的是三字经,八家姓,千字文,五字监,增广言文 明朝以后,最普遍的梦学用书,就是《幼学庆林》了 幼学庆林,相传是明朝的《晴灯吉》所写的 后来通用的版本,就是清代的周姓墨,增保注册 原名叫做《幼学衰之》,后来又叫做《诚语考》,《故事尋远》,《幼学故事庆林》等等 整本书是用很简单的词语,很容易背诵的句子,讲解了日常集用的文字和诚语典故 那时有人说,读了曾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最近天地图书出了一套传统梦学重书 《幼学庆林》是其中一本 你买回来,每日花几分钟读它两段 其实是自修国贺的一条接径 首牵手,做过读书人 读了曾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诚语》主持李怡,制作张碧妍 《梦学书本》中的三字经开头是 《人知初》、《性本禅、性相近》、《习相远》 千字文开头是 天地元王、宇宙洪荒、日月型则、神宿列江、汗内暑王、 秋秋冬藏,每句四個字,押穩,易讀。 五字鑑,講的是明朝以前的歷史。 乾坤初開章,天地人三王,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王,五行生萬物,六合雲三光。 每句五個字,亦都是押穩,容易讀。 休學慶立的範圍最廣,包括天文地理,古今歲時,嫁取喪葬,風俗禮儀,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至神話傳說,無所不包。 舊時人們日常所用的文字,習文常見的成語典故,幾乎都可以在這本書裡面聞到。 這本書又叫做《成語考》,表示它又是一本常用的成語典故的小詞典。 它的特別之處是適文簡連,而又恰當。 用語不多,但將成語解釋得很清楚。 比如說, 熟犬廢人, 比人所見甚欺。 吳牛喘月, 笑人畏懼過甚。 披聲大月, 為早夜之奔馳。 木雨捷風, 為風塵之勞苦。 不收邊幅, 為人不適而容。 不立崖岸, 為人天性和樂。 看上去就知道意思是什麼。 這本書還有很多歷史故事, 都有著色的。 整本書是二百多頁, 不可以用看小說的方式去讀。 而是一定要背的。 全本書讀完, 你舊學都算有些基礎。 首牽手, 做過讀書人。 《優學慶林》又名《成語考》 是一本常用成語典故的小詞典。 一分鐘原動, 主持李怡, 製作張碧妍。 所謂領導, 包含兩個方面。 他既是一種權力, 亦是一種責任。 另一段就說, 一個領導者, 他必須樹立堅強的信念, 明確加以說明, 確實依這些信念而行, 並且承擔成敗的責任。 這個是前紐約市市長, 朱利安尼, 在他的新書《決策時刻》當中的警句。 朱利安尼這本書的英文原名是《Leadership》。 去年十月初是美國出版, 在幾天之內就登上亞馬遜書店唱書書排行榜的榜首。 然後連續幾個星期, 《高據紐約時報》出版人周刊唱書書排行榜的第一名。 去年底, 台灣出版中藝本, 在二月台灣書展當中, 亦都成為最受歡迎的一本書。 朱利安尼在位八年, 他原本只是一位被認為有效地帶領紐約走出高犯罪到城市的一位市長。 但是, 2001年紐約發生了911事件, 朱利安尼果斷而勇敢地領導救災, 帶領八百萬紐約市民渡過劫難, 使他對領導的體會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2001年年底, 他被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亦都在過一年年底, 他離開了市長的職位, 開始寫這本書。 這本四百多頁的書, 如果只是探討領導才能和條件, 不可能成為長少書。 他長少的原因是他用自身的經歷, 一個一個故事告訴讀者領導者的特質是什麼。 首牽手, 做過讀書人。 一個領導者必須樹立堅強的信念, 確實依存這些信念, 並且承擔成大的責任。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懿, 製作張碧妍。 領導者最主要的任務, 是作出正確的決策。 因此, 《中譯本》將《朱利安尼》的《Leadership》這本書, 譯為決策時刻。 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利安尼在這本書裡面, 認為領導者要有一些必須具備的特質。 她說了很多, 其中有三點。 一, 她必須與大眾面對面溝通。 朱利安尼每日召開禮行記者會, 每個星期到不同的社區召集區裡面的市民開大會。 她回答市民的問題。 她說有時候, 民眾只是期望她自己的問題受到關切, 有人出面處理。 至於結果, 是否如她所願呢? 反而不是重點。 二, 舉行高層幕僚會議, 要引導大家爭論。 必須讓幕僚相信領導者對議題還未有結論。 這樣大家才願意激變, 從而拆出創意火花。 三, 儘管在決策之前, 盡量花時間仔細推後, 但是決策過程必須立刻前來。 她說她26歲當助理檢察官的時候, 她上司的座右銘是, Just Do It! 也就是, 儘管去做, 或者可以說, 就是行動最實際。 很多事呢, 應該做了再說, 設計三心兩意。 當然, 這也只是整本書裡面極少部分, 也是領導特質的極少部分。 更多的內容和故事, 大家還是找這本書來看吧! 首牽手, 做過讀書人。 張玥龍, 主持李怡, 製作張碧燕。 語錄體, 其實都是一種文字的形式。 中國最有名的語錄體的書, 就是《論語》。 《論語》雖然是語錄體, 但它有一整套的儒家哲學思想貫穿在其中。 另外一種語錄體, 就是跟整部書, 或者一篇篇的文章當中, 插一些景據出來, 編輸成書。 中國文革時期, 流行過毛主席語錄,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種形式。 因為覺得, 它很可能是斷章取義。 而更重要的是, 我不認為, 憑片言隻語, 就可以了解到作者整篇文章, 所有傳達的思想。 不過世界上的書實在太多太多。 一個人, 你窮一生的精力, 你讀到也只不過是滄海一縮。 所以, 古今很多人的智慧和體驗, 我們往往都會失諸交臂。 如果有人能摘取名著名人的一些名言金句, 一定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 甚至, 有可能改變我們的人生態度。 台灣年舖出品社, 在不久之前, 出版了一套小重書, 叫做大師五書。 書的開本很小, 分開五冊, 待在一個盒子裡面。 包括了心靈大師, 藝術大師, 財富大師, 科學大師, 文學大師。 每本小書都是以中英對照的方式, 錄了幾百個景句。 不用一分鐘, 你就可以讀好幾句。 說不定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首牽手, 做過讀書人。 大師五書內含景句, 細味, 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